我们注意到美国商务部8月中旬将中广核有限公司和下属的三家公司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 美方此举泛化了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不仅对中国企业造成伤害 也对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企业造成了影响 应该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通过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这些政策 伤害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利益 希望停止有关错误做法 坚持通过平等协商解决问题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学校等整理 связ ferry 在 łat号斯 cancer 拖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